26个国家参与精锐进出的美国环太平洋军演 已经进入将近快一半了 这面的演习项目将会更加的繁复 范围更加的大 展示的军力是更加的令你感到瞠目为舍 而这次东森的采访队伍 也特别注重在夏威夷附近探讨 以及观察整个军事情势的变化 以及演习的发展 他们这次还登上了这次演习的 一个主要的主力舰支 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 虽然它已经超过30点的船离 但依旧是美国海军目前的主力舰支 以下就是东森采访队伍 独家登上林肯号的全程报道 在大海上威武航行 正是2022环太军演的主力指 推荐美国海军最精锐的 林肯号航空母舰 军演开始前 各家媒体登舰采访已不稀奇 但要登上航母 跟着美军出海 那可得有两把刷子 东森采访团队成为台湾第一家 护腰实地登上航舰的媒体 遇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要全程记录 要搭机前往距离外海500公里的林肯号 行前安全简号 如美军士兵向登舰人员说明注意事项 包括如何穿戴 旧身衣与安全帽 因为机上风大 噪音大 防御装备一点都不能马虎 把这个耳朵给照住 这样子 这个耳罩很重要 然后呢 这个后面要保护好 前面保护好 还要戴上这个眼镜 负责交通运输的是 大名鼎鼎的语音机 平常看到它在空中来去自如 采访团队登机起飞后 发现有个独特之处 而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起的是在影机上面 这才发现 原来影机的 我们的这款船是不关的 为何不关舱门就起飞 耐人寻味 原来机内没有空调 长时间飞行舱内空气不流通 站上掩面作战时 开关舱门会影响作战速度 因此飞行员都习惯不关门 经过45分钟飞行后 降落航舰甲板前 还来个小插曲 背景功夫终于登上林肯号航舰 东城镜头首先来到如同车库一般 停放战机的疾苦甲板 近距离接触包括在电影中出现过的 FA-18超级大黄风 与EA-18咆哮者的帅气战机 东城新闻团队今天要独家带您 目前已经在海上进行环太军演的林肯号了 而其实这并不是每一个媒体都会获得一套邀请 东城新闻是国际媒体当中 唯二第一批登上林肯号 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家登上林肯号的媒体 接着就要前进许多军事民梦寐以求的航舰飞行甲板 但进入甲板前就如同登上银机 航舰工作人员也要协助检报 并协助检报团队穿上白色的保护衣 更恐慌这团兵民一定要注意 夹到操作员的动作与手势 一,如果你看我猜游 那是很好的时候猜游 二,如果你看我猜游 跑到同一方向 三,我向你提出两个特定的线 我向你提出这样 因为它会很大声 你会不会听我 当我这样 看一看在桌上的线 它会变成红色或红色 我向你提出这线 我们不能往那线 哈罗平坦宽阔 有三个美式足球场大的飞行甲板 不同于只能在电视地点中 看到正机起样画面 实力直击的震撼效果 平常感受真是千蚊之别 这个运龙引擎声中 火力强大的战机频繁起飞 整个一分钟就有一架 包括在机库甲板 新赌微快的FA-18超级大黄蜂 以及首度在航舰上 搭载最先进的F-35C 闪电2逆动战机 还有堪称舰队千里眼的 E2D中预警机 我们开始支持 其他事件和其他船 实际上做一些航空抵制 所以在一个非常控制的环境 飞着我们的船舰 在其他船舰 连袭偶尔也会有小处才 一架E2D预警机 在反航进场降落时 机身上的尾功没有勾住 帮助架机减速的阻栏锁 正好拉起机身重新起降 锁新第二次顺利勾住 飞机安全降落 一般来说 航舰甲板上会有三条粗大的阻栏钢索 因此有三重宝障 不过其中还有奥妙 主播成衣就在甲板阻栏锁前 亲自为观众紧获 当所有的战斗机呢 包括了E2D 它们要降落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勾住这条缆绳 才能够停止 那么最好的降落点 你看到就是在这第二条缆绳 跟这第三条缆绳中间 我们还观察到 甲板工作人员 身穿蓝红黄绿等 不同颜色的工作服 被称为彩虹军船 每种颜色代表不同任务分组 例如红上衣负责弹药运送 以及消防救护 绿色上衣负责弹射器固定 与操作左拟锁 黄色上衣得担任起飞指示员 至于白色上衣则是降落指挥官 那在5600名官兵的林可浩 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是一大考验 主播陈英特地来到 航舰上的餐厅 看看厨房准备哪些美味餐点 填饱阿兵哥的肚子 餐厅采取自主式的菜色种类 虽然不多 但也顾及均衡营养 一般都会包括牛鱼鸡 三种肉类 主食有意大利面 与特别准备的美米饭 另外还有实景蔬菜 今天来船上一定要吃点鱼 然后牛肉 然后来点白饭 来点菜 来看一看这个零食康上面的果实 如何 另外还有各种零食与饮料 随时可解馋 也有一个沙拉吧 提供各种新鲜的水果生菜 这就是他们的沙拉吧 所以你看到非常地均衡 在这个军舰上面的生活 健康也很重要 航舰上还有一个福利社 从毛巾日用品到衣服 都印有林肯号专属的 咸号72号 甚至还有剧院与连锁咖啡店 让这艘航舰变成一座小型的海上城市 参访结束后再度搭上军机 返回陆地 这次安排的是MH60直升机 又是不同的体验 所以东森新闻这一次 是在2022环菜平洋军演当中的 第一家受邀登上林肯舰的媒体 那么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镜头 可以为您带来所有的 大家可以在林肯舰上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